这边咱们已经来到养殖户家里了 就是这三条蓝色的美国恶霸权 它不属于口袋体 因为是经过改良过后的 把它的骨架变得更粗 头板变得更大 嘴短一点翘一点 然后体型呢 更比标准体的矮一点小一点 更适合现在大城市去饲养 喜欢恶霸的分两种 一种是支持最原始的 口袋体的极端体的 还有一种就是经过这个改良换代 时代在进展 人们的眼光也在这个飞速的发展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种 叫特体的 它本身恶霸权就是串出来的一个品种 有这个英牛鞋 还有有这个比特的鞋 斯塔夫的鞋 还有卡斯罗的一些 结合杂交出来改良出来 现在经过人们对它的体型啊 骨架头板更美化之后 就产出了这一种 这种叫特体的 成年以后长不大 然后像个癞蛤蟆一样 别看它这长得挺凶的 胆子其实超级小的 是非常适合现在的伴侣犬 陪伴老人小孩 这种狗看起来非常的 给人的视觉啊 外观非常的夸张的感觉 但是胆子啊特别的小 我们来斗一斗它 斗 斗 你也太小了 哎呦哎呦 看起来无大善处的啊 实际胆子温柔的一批 这三条的话 一条是去云南的啊 我记得这个熊花大白的 是去云南的 然后这都是咱粉丝订过的 给老板谈好 让他把这个疫苗打完 去虫做好 耳朵也修好 这一条是去广东的 另一个最小的那一条 是我们江苏这边 今天咱们把这三条 全部拿走 老板家里面 还有其他的啊 大家是可以喜欢拿一种 可以打在公屏啊 打在评论区